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我是Doris 中共在佩洛西8月初訪團離台之後 一直在台灣附近進行軍演 曾經在中國擔任10年駐華記者的矢板名夫 8月23日在Facebook發文說 8月20日在華視三國演義節目上 與軍事迷、台灣東吳大學的溫藥室同學 討論了中共軍演 到底射了多少枚導彈的問題 覺得很有意思,分享給大家 《產經新聞》 台北支局長矢板名夫對此表示 台灣說觀察到11枚,日方觀察到9枚 他認為中共的導彈技術不好對台灣來說是一件好事 當日三國演義節目主持人汪浩和來斌矢板名夫 溫藥室出席 中共說發射了16枚導彈 美軍和國軍說發射了11枚導彈 到底共軍發射多少枚呢? 溫藥室說台灣觀察到11枚 日方觀察到9枚 但因為日方並不像台灣那樣有落山雷達站的鋪路找雷達 這樣的長程預警雷達 所以台灣西南部的共軍演習區對於日本來說可能存有觀察盲區 他認為國軍11枚的說法比較可信 溫藥室在2021年開始篩選公開來源情報 自製中國共軍部署地圖上網 曝光了上千個設施 透過游標點選即可以看到共軍各個基地和設施等資訊 一年多以來累積超過120萬個點擊率 齒伯明夫說日本沒有觀察到中共的導彈有一個原因 是基於和平憲法 等於將手腳綁起來 與自己無關的就有意不看 不願意介入國際紛爭 但這次 確實是有五枚導彈 跌入了日本的專屬經濟區海域 對整個日本的輿論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很多日本人在問是否要打日本順便打台灣 齒伯明夫指出 8月23日 產經新聞和富士電視台公佈的民意調查 回答 感覺到台灣有事可能威脅日本人 達到了九成 可見今次的導彈威脅已經令日本緊張起來 究竟中共將導彈打入了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 是否有心呢 它對兩個可能性進行了分析 齒伯明夫分析 有人認為習近平是故意的 要看看日本的反應 震懾日本 如果台海發生戰事的話 台軍怎麼動 美軍怎麼動 大部分他們都可以預測到的 但是 日本的智慧隊怎麼動 他們就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想看看日本會怎麼做 目前 日本的主流社會都認同這種說法 中共8月4日起 在台灣周邊進行了實彈射擊練習 日本政府表示 中共8月4日發射的5枚彈道導彈 落入沖繩園的仙島群島周邊日本專屬經濟區 防衛省報告指出 推定當中4枚飛越台灣上空 日本防衛大臣 岸信夫在8月4日晚間召開記者會表示 這件事是關我國安全和人民安全的嚴重問題 岸信夫已經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共表達強烈抗議 此把明夫分析 中共這次本來想打到台灣海域的 但是不小心打到了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 根據常理推測 中共打不准的可能性比較大 中共的導彈技術不好 對台灣來說是一件好事 此把明夫說 日、美、台之間都要加強聯繫 根據探索時分頻道、主播、周指定分析 今次的中共導彈演習 可以看到台灣對彈道導彈的偵測能力比日本強大 第一是台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較近 第二是台灣有非常強大的導彈偵測能力 主要是位於落山的鋪路爪 現役鋪路爪雷達是第三代 全球只有六部 美國本土三部 歐洲兩部 另一部就是台灣的落山雷達 周指定表示 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 比台灣很大的警惕 意識到中共彈道導彈 不僅僅威脅到台灣本島 也威脅到美軍在日本的基地 今次的事件促成了台灣與美國聯合發展遠程預警雷達 2003年 台灣立法會通過了 鋪路爪遠程預警雷達採購案 項目進程中 考慮到要增加對超低空巡航導彈的偵測能力 和軟件升級 令造價由最初的304億台幣 上升到了400億台幣 諾山雷達站 2011年由美國雷神公司建成 雷達天線 建在海拔2620米的苗栗加里山山脈主峰 諾山 主體建築場寬約各20米 高約30米 遠看似一塊巨大的雨綠 諾山鋪路爪雷達的探測面 可以覆蓋270度 最遠探測距離超過5000公里 探測範圍基本覆蓋中國全境 可以探測跟蹤戰鬥機 巡航導彈 彈道導彈 以及衛星等多種目標 周指定說 2012年朝鮮曾發射火箭 台灣的雷達全程監控火箭發射路徑 並掌握墜落點 被日本方面的偵測早了兩分鐘 此外 台灣裝備了 亞洲最早的雙控陣雷達 就是天弓1、天弓2的長白雷達 在這個基礎上 為了天弓3 台灣開發了 長山主動雙控陣雷達 據悉 這個雷達的探測距離超過1000公里 有了鋪路走雷達 和天弓系統的配套雷達 台灣就可以全程監控中共發射的 彈道導彈飛行軌跡 有學者分析 中共橫台軍演為武力侵台做演習 國軍 或者就可以收集導彈參數 並了解中共作戰形式 備戰狀態 為防禦作參考 美台可以以敵練兵 中華民國總統發言人 張淳涵在8月4日曾發布聲明 中共向台灣東北、西南和東部周邊海域 發射了一共11枚東風系列彈道導彈 國安和國軍各個單位 都立即掌握到發射動態 並啟動了相關防禦系統 以確保國家安全 請國人安心 張淳涵表示 中共持續 而且刻意提升了軍事威脅 尤其在國際繁忙的海空航上採取軍事行動 已經單方面破壞了台海現狀 和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並侵害了國際自由航行 和全球貿易正常進行 張淳涵說 蔡總統全程、全盤 即時掌握周邊情勢 國安團隊和國軍各個單位 也掌握了相關的信息 也和行政部門密切協調 並與區域周邊理念相近的國家共同合作 進行必要而且適當的因應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中原、夏松、洛瓦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